天理真的不是坏人 毁灭坎越亚的根本就不是天理 天理当初派七神 其实是替坎越亚收拾残局 真正让坎越亚灭亡的 其实是内部的反派 在500年前 坎越亚派出六位杰出人才 阻止深渊灾厄的发生 这六位分别是 黄金·莱因多特 也就是阿贝多的创造者 《目光之剑》 《戴因斯雷布》 以及他的清歌 预言家 维瑟弗尼尔 也就是卡贝利亚任务里 这块紫色石头 还有公子的施主 最后一位是贤者 海洛塔地 令戴因意想不到的是 明明说好一起拯救坎越亚 另外的五个人 却经不住深渊力量的诱惑 瓜分了这些力量 他们每个人的力量 都足以对抗整个提瓦特大陆 当深渊灾厄真正来临的时候 这五个人并没有一个人出面拯救坎越亚 因此这五人 便成为了坎越亚的五大罪人 就在这时 天理 统领七神前往坎越亚 来帮坎越亚收拾烂摊子 面对如此巨大的灾难 七神也因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雷神雷电针和水神厄格利亚 在这场战争中 丢失了性命 大瓷数王为了抵抗经济之时 污染世界术最后也牺牲了 夜叉之首也是在这场灾难中逝去 在七神的努力下 灾难终于被平息了